有些是quarterly basis,也就是季度式的 有些是分成H1,H2,那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 那我们公司的话呢,是采用季度式的OKRs 也就是每三个月制定一次目标以及关键结果 OKRs呢,就是objectives跟key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五,我现在准备要去上班的路上 谢谢,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 你还要吃的鲜鲜鲜? 是的,你还要吃鲜鲜鲜鲜鲜? 可以我吃两个吗? 是的,当然,我会吃 我觉得今天是最后的 好,我们下期再见 快吃到了快吃到了 通常在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在这段时间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确定一整天的工作安排还有会议时间 因为偶尔会有突然会议取消或者是增加的情况 第二件事情是,我会快速的检视email还有slack 也就是公司内部的通讯软体 看看是不是有紧急或是突发的事项是要今天处理的 平常我都有提前安排好每天的工作计划 但是我也都会预留一点时间给这些紧急的事情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会优先处理那些事项 然后把原本的工作计划按照不同的情况重新的快速安排 最后一件事情是看看公司内部不同群组的重要消息 还有公告 有点类似像看新闻的感觉 跟进一下各方面的资讯 还有了解不同地区部门的及时状态 我刚刚吃完早餐,我等一下10分钟之后呢 我准备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今天是星期五 大部分我的星期五是都没有会议的 可以好好专心做我应该要做的工作 不过呢,因为现在是我们公司季度的快尾端了 通常季度尾端的时候就会比较忙一些 所以meeting会比较多 今天虽然只有一个meeting 但这个meeting是超级重要的meeting 因为我今天要跟我的大老板开会 我的大老板也就是公司的CRO CRO stands for Chief of Revenue Officer 他就是掌管所有就是business side的部门 包括什么marketing,sales,BD等等之类的 那你可能会听过什么CFO,CRO,CEO,CTO等等 所以他就是跟其他C suite,C level的那些人一样 就是很高level的executive 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跟他有这个会议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季度快尾端了嘛 通常季度的尾端的时候 我们都会准备做下一个季度的planning 那下一个季度的planning呢 就包括你要为你这个部门设置什么样的OKR 也就是什么样的目标 还要做什么样的project 那身为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这个部门的manager 我就是要负责把下一个季度 这些所有的planning包装在一起 present给这个大老板 那大老板就会问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为什么你会制定这样子的目标 那你们的人力还有资源 是足够可以deliver这些project吗 以及你们所做的这些project 是不是跟公司整个大方向的strategy 还有goal vision是align的 这些都是我们会做讨论的 那我上一个礼拜呢 就已经把我们这个team 下一个季度的OKR等等那些的都已经写好了 那等一下就是要present给这个CRO 他会给很多feedback 到时候可能要做一些修改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我升职之后 大概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做这样子的会议 虽然做两三次而已 可是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不过我准备算蛮完全的 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还是会表现得蛮不错的 今天的会议总共是一个小时 我主要会透过这个会议达到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会把下个季度的计划 在30分钟左右内 跟我的大老板做清晰的报告 第二个是我会留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寻求他的建议和反馈 并且在需要的部分做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个是要清楚的了解并确认 在这个会议结束后 我是否有任何的action items需要去执行 才能够从大老板那里得到下个季度 团队工作计划的批准 通常如果会议是一个小时 我会把agenda控制在50分钟左右 预留10分钟的时间做缓冲 如果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 那就可以提早10分钟结束 有的时候很常会有连续会议 这样也可以让自己和对方在下个会议前 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 之前有人在Q&A的时候问过我 如何能够加强自己的表达能力 如果像是开会的这种情况 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有帮助我在工作中报告 或是开会时 变得非常有自信 而且可以准确地表达 我想传递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准备一个meeting agenda 在进行会议前 你必须对你要讲的内容提前安排 才能整理好逻辑跟思路 并且帮助你熟悉你准备的所有材料 第二个是你可以去思考 根据你要报告的内容 对方有可能提出的问题 并且预习回答 这样可以让对方对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可以让会议更有效率地进行 第三个是大声练习 如果不是很有把握 事前的排练 并且尝试让自己不要看稿子或笔记 都是很好的帮助 第四个是肢体语言 适当的眼神接触 手势还有保持微笑都可以让自己放松 最后一个是保持冷静 很多时候大量的准备虽然可以帮助自己 但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压力和紧张感 所以时常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 并多给自己鼓励 知道该做的准备都有好好做了 重要的是享受这个学习过程 这样可以帮助你展现出你的专业态度哦 结束了各位 不得不说过程还是很紧张的 虽然做过两三次了 但是真的就是面对它 就是还是会有那个紧张的感觉 但是我会说 总体上都很好 就是我把我想讲的都讲出去了 而且又得到很正常的反应 它对于我们下个季度 我所做的计划 我所做的考量 然后一切的规划 它都是非常支持 整体上来讲感觉还不错 也没有需要做太多的调整 所以就整体来讲 对我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很棒 所以就非常开心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我主要都是在写 Team Quarterly Look Back 这个有点像是季度回顾的概念 这个Look Back的报告呢 会包含一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目标 也就是我们这个部门 对于这个季度的目标的 达成情况是如何 再来是成长 也就是这个部门 相较于上个季度的表现相比如何 再来是前景 也就是我们在下个季度 看好的地方 以及可以进步的地方 还有就是影响力 我们对其他的团队 或是公司的愿景 产生了多少的影响力 最后一个就是参与度 也就是团队内部 这一季的参与程度 以及合作 还有工作状态是如何的 所以我每个季度的结束 其实都是蛮忙的 因为除了计划 下一个季度的工作目标之外呢 我还要写这个季度的回顾 这个季度的回顾 还会需要发给多个公司高层 因为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review的一个会议 我需要报告这个季度 表现给所有的公司高层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一点了 刚刚忙一忙 完全忘记时间 然后肚子也没有很饿 所以就忘记要吃午餐 现在赶快去吃午餐 星期五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不会带便当 所以我们就会去外面 都好吃的地方 今天天气蛮热的 是一个适合吃Poke的好时机 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 就是Poke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Poke或者是Poke Ball 在北美非常的受欢迎 它是来自于夏威夷 它的名字Poke有切块 或者切成小块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把切块的新鲜生鱼片 根据个人的喜好 配上多种蔬菜 水果 饭或沙拉 我喜欢Poke的原因 是因为它食材的多样性 还有清爽口感 是我夏天非常常吃的东西 I'll get Hawaiian Ahi Can I add a little bit of ponzu as well? 它这边是酱 你可以选 吃饭 回到办公室了 现在准备吃午餐 是不是看起来超丰富的 我吃Poke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再拿另外一个小碗 因为我很不能接受 就是在拌的过程中 就拌这个饭的过程中 把东西掉出去 因为这样就浪费那个食材了 我超级喜欢吃这个Poke的 有时候我在家里会做 下次就是在家里有做的时候 拍给你们看 超级简单 超级防备 好像很健康营养 今天大的汤匙 好像用完只剩下小的汤匙 有点可惜 不然通常我都会吃很大一口 剩下最后一点粘 全部加进来 不能浪费食物 我每次都挂得超干净 吃饱啦 现在去做一个冰冷拿铁 然后准备下午的工作 然后我的Oat Milk 这每次都要摇一摇 因为如果不摇的话 它底下会有沉淀物 下午的时间呢 我基本上都还是在写 前面提到的季度回顾报告 以及把下个季度的目标 再多做一点补充 帮助我后续写Projects Go 这就有点类似像企划案的概念 那今天提到了很多 关于设定目标的内容 所以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矽谷的科技公司 实际都是用什么方法 在做目标管理 那当然每个公司用的目标管理方法 都不太一样 有些公司是设置KPI 有些是设置Goals 或者Quota 大家设置目标的时间 也可能不太一样 有些是Quarterly Basis 也就是季度式的 有些是分成H1H2 那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 那我们公司的话呢 是采用季度式的OKRs 也就是每三个月 制定一次目标 以及关键结果 OKRs呢 就是Objectives 跟Key Results的缩写 Objectives就是目标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 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那Key Results呢 就是你实际上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去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 这是衡量我们 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 举个例子 比如你可以设置你的目标为 下一个季度 要提高客户满意度 还有忠诚度 那根据这个目标 你可以设置两到三个关键结果 帮助你达标 比如说 我可以把我的关键结果设置为 第一个 将客户平均满意度 提高到8分以上 第二个 将客户的流失率 降低到5%以下 第三个 将客户的保留率 相比上个季度 提高15% 一个目标 可能可以长期的存在 也可以延续一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但关键结果 会随着工作的进展而演变 一旦所有的关键结果都完成了 你就知道你的目标也达成了 OKRs这个目标设定的方式呢 最开始是由 Intel的前CEO提出来的 后来被很多矽谷的科系公司 广泛应用 包括Google LinkedIn Oracle等等的 那我实际上是如何在 季度的尾端 规划团队下一个季度的OKRs呢 这个过程 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首先我们的CEO 会先公布下个季度的 整体企业目标 然后我的大老板也就是CRO 他会依照这个企业目标 制定大部门的目标 这可能会包括收入目标 市场扩张 客户获取 或者是产品推出等等的 之后呢 我会跟大部门底下 各个团队的高层合作 主要就是为了要了解 他们的计划 讨论合作空间 以及确定大家的方向 和大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 再来就是实际策划 我自己这个团队的目标 也就是OKRs里面的Objective 然后会和团队开会讨论 列出可行的关键结果 也就是OKRs里面的Key Results 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会考量 各个关键结果的优先性 重要性 可行性 还要可行良性 最后呢 我会依照团队的开会结果 把最终的OKRs 写成一个报告 并且做跟大老板开会的报告准备 那设置OKRs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是聚焦以及协调 让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目标还有成果是什么 把团队和个人 都对齐在共同的目标上 这样就可以促进合作和协调 不会让工作散漫 或者是方向错乱 再来是透明跟负责 OKRs就是一个 鼓励透明的方式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 目标还有进度 是怎么样子的 每个人和团队 都可以知道自己的职责 并且能够追踪进度 确保达成目标 这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负责的文化 再来是灵活性 每个季度设置OKRs 这种灵活性 让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市场变化 或者是确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状态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标管理方法 都是需要持续的练习 才可以很好的应用 那对于正在找不同 设定工作目标方式的朋友 你也可以试试看 帮自己订OKRs这个方法哦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